线上购物独特一点 找好东西就上CT Social 台南台钢猎鹰 好 来看一下两队 所排出来的先发球员 在台南台钢猎鹰 是排出的李汉生 另外简伟茹 金恩 苏毅记 再加上德谷拉 好 那今天另外一名 登陆的洋将则是布拉 那昨天的这个错失 追凭一级的葛瑞飞 今天是并没有登陆的 好 那在于高雄全家海城那边 今天所排出的先发则是有 Jason Brickman 另外于焕雅 林润宏 胡隆帽 再加上库萨斯 那第一检察员是蓝尾熊 第二检察员则是线上签 跟中的已经吹了四个犯规了 其中台钢猎鹰已经被吹了三个犯规 外线余焕雅出手得分 苏毅记 蓝底下的抛头好球 好 虽然是被吹了两次犯规 但是刘梦竹教练对他还是蛮有信心的 并没有换下去 没错 因为苏毅记 在昨天比赛能拿下16分 另外9个篮半 李汉生 外线跳投出手 找并中 丁恩 在篮里下去找德古拉 这个球没办法了 库萨斯再为给布里克曼 再给篮里下 再交给库萨斯 这是一个成功的防守 那球队得到了非常高的一个得分 那我想今天李汉生跟古毛上面 在守到布里克曼的一个进攻上 肯定要花很多的心力在他上面 对对对 库萨斯下去休息 艾伦上来了 艾主席上场 苏毅记正面打板 6分20秒 理解比赛结束13比9 猎鹰进攻 郭绍杰外线跳投出手 金成功 没错 郭绍杰外线出手 郭王也打过工程师富邦等队 郭绍杰外线 蓝里下 反勾打板 一个reverse 另外现在苏文如也上来 外线跳投 林润红 出手得分 再出来 再塞给德古拉 德古拉跟布拉同时间在场上 德古拉向后翻 拨卵的出手 真的是不容易 这球交给蓝里下 两位加起来 大概才得了大概12分左右 这个球机打得蛮华丽的 可惜没有进 但蓝里下 还有步拉 这些也非常的特别 又放弓弯进去了 蓝里下 抬钢琳在第一节打得蛮好的 是 虽然犯规比较多 但是目前也只落后1分 可能自己要去想办法 设法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是 好 刚刚球迷也有谈到就说 老爹教练是通常做不下来的 在蓝里下 转身单打出手 我想还是透过布拉在正中央的一个防守进区的一个作证 外线跳投出手 近 高的一个情况下势必会更加难去看防 对 穆拉在蓝里下 赶快强达2分 这次并没有顶级的出手 回给了库莎斯 再回给余万雅又出手了 哇 哎呀 非常棒的一个假日的一个休闲活动 是 是 Ricky们 好 这边外线跳投出手 野镜 马姐应该是吕威婷的逆贵人 对 42比24 外线跳投出手 得分 6分15秒 42比27 库莎斯 在蓝里下 这个空手切其实走得蛮漂亮的 是 布拉给带出去 没错 当布拉去做协防的时候 基本上蓝下就是库莎斯的天下人 我刚刚防守上好像有点点失去位置 进入到蓝里下出手 没有进 但蓝里下得鼓了 高举高达 从前为止只有布拉站上罚球线 罚了两次 这也是说 台康烈鹰在 跳投出手 哎呦 断了 拉打球最后回到葫芦帽手上 这个球给蓝里下 非常漂亮 对 在蓝里下 挨手 现在葫芦帽 要单打 后仰跳投出手 进 15分 这球跳蓝里下 再交给德伍拉 出一进 再交给布拉 换到另外一边 来增加 他寻找得分的一个机会 哇 这球被抄走 前面邱子轩直接上了 蓝里下 让海神的进攻上 没办法这么顺畅呢 余焕雅外先跳投 太猛了 16分 是 而且时间掌握非常好 对 就巨蛋的来欣赏海神的赌场比赛 蓝里下 这个古拉 最后是把球给放进 对他们的起伏稍微有点大的一些 所以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教练团在今天的一个轮替调度上呢 能够更多一点 葫芦帽 再回给余焕雅 是 现在郭绍杰对着余焕雅 一步一驱的一个防守 哎呀 这怎么进的 撞到自己人 对啊 怎么会撞到自己人呢 前面反而是得到了一个轻松上篮的机会 第一米 对 对 这一球蓝里下 放枪在蓝里下 带博还是没击 就没有第三次机会了 海神要小心这样的转换快攻的攻击 那前一场比赛对到海神队 他得了13分 那这一场目前来讲看起来是比较 好 目前还在比较 这场比赛目前还也拿了7分 欧洲部 金恩有了 三头领中 再回给苏毅进 再给到金恩 这个角度不是很好 蓝里下布拉拿到再放进 博克曼回头 虎顶他们的锭 三个球出手进 进球 那我想 台杠练音在第一 前两节被海神队进了八颗三分球 在上 我们也都非常希望就是说 球员在场上能够有不断的一个沟通 因为球员在场上 对于他们在场上的情况是最 最清楚的 那现在艾伦跟库萨斯都在场上 这球交出来给到林任宏出手没进 是 不过金刚刚还在余晗亚手上 邱子娟手上 有很多的人手 那可能教练团 会透过平常的练习他的状态 来调整球员上场的时间 跟他的一个机会 是 没错 因为尤其 采钢练音有这么高大的禁区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好 给中间再再回给胡隆帽 外线跳投出手 哎呦 还有九分半钟 Wikman再给出来 又回给胡隆帽顶点 哇呦 这边有多打少四个打两个 金恩直接杀进来了 挑战术来启动 给到底角 林任宏 外线跳投出手 哇 再回给胡隆帽 哎呦 不会吧 这都太神了 87比66 蓝底下金恩爆空 加奖 不然以两分得 对方三分得 还是掉一分 对 还是追不回来 这边也是三分得 没错 89比68 Wikman再往中间给 哇中间又空了 时间剩下6分45秒 再加拿铃下 给到德古拉 先放进点 比较更大的一个防守 来想办法造成海神的一些失误 是 然后 胡隆帽又出手 哇 哎呦 那比较 非常不容易的是说 他在回归之后的 而且今天的比赛 跟上一场他们在对到 海神的比赛来讲 古毛跟李汉森 上一场两人加起来得了30分 艾伦得分97比72 李汉森 欧阳跳动出手没进 布拉三根中间 这个球竞算加防 哇 又是一个快攻机位 来讲是真的非常不利 是 球到哪里 笑 海底捞月 都能够更有效 好 时间剩下最后的三分钟 整 出手弹进 好 又被 哇 艾伦还抄走 前面快攻机位 邱子轩 轻松得分 现在这种积极进攻的动作 当然到现在第四节 剩下两分钟才开启 已经有点为时意外了 能够到中场来进行访问 这边跟大家做个说明 篮一下 捡到了 这些时间也能够让更多 不同的球员上来找找 对比赛的感觉 看能不能在下场比赛能够找多 好 这一把发金 好 一百一十比八十 应该就是最后的比数了 好 高雄全家海神呢 在本周的两场主场 都拿下比赛的胜利 那这场比赛呢 当然 这个海神的几个巨头 都还是有很好的发挥 特别是胡蓉帽 第四节得了17分 全场要拿下24分 我们在赛后访问前呢 先请球迷来谈一下这场比赛 别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